欢迎来到NewsTT70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感觉愉快 看看我们的视频 生命术叙事待发 杨子领衔农村扶贫新篇章 电视剧生命术作为一颗璀璨的明星 已经在众多代播剧集中脱颖而出 这部由正午阳光打造的立作 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 更是对农村扶贫主题的深刻探索和呈现 这部剧的主题非常有意义 能够引发观众对农村扶贫的关注和思考 导演李雪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指导能力 与文字公底深厚的王三毛父子携手创作 确保了剧本与制作层面的卓越质量 在这部剧中 女主角白菊由杨子扮演 她将展现一个坚韧的女性形象 带领乡亲们走向脱贫致富的典范 杨子不仅演技精湛 还凭借着多部热门剧集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与支持 她的加盟无疑为生命术增添了不少看点与期待 杨子的演技和人气无疑会为这部剧增色不少 令人期待她在剧中的表现 男主角白雨帆 作为新生代演员 在多部作品中的出色表现也备受瞩目 两位主演的合作不仅在颜值上相得益彰 更在演技上互相成就 为观众带来了极大的期待与惊喜 胡歌有望以特别出演的方式加盟生命术 这位环保事业的热衷者 与剧中的环保主题也不谋而合 他的加入无疑将为剧集增添更多的话题和热度 为观众带来一场不可预测的精彩表演 胡歌的特别出演将为这部剧增添更多亮点 他的环保理念也与剧集主题完美契合 目前 生命术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 具体的演员阵容和故事情节尚未最终敲定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郑武阳光团队的精心打造下 这部剧将成为一部融合思想性 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佳作 它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 更是一种对社会价值观念的探索与传达 将引领农村扶贫题材聚集的新风赏 郑武阳光团队的制作质量一向有保障 相信这部剧会带来不一样的观剧体验 生命术的魅力不仅在于其故事的深度和人物的丰富性 更在于其制作团队对细节的精心雕琢 和对观众情感共鸣的深刻把握 无论是观影体验还是情感共鸣 生命术都将成为一场难忘的视听盛宴 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深刻触动和愉悦体验 这部剧不仅在视觉上会给人带来享受 更会在情感上引发观众的共鸣 值得期待 不要再为杨子感到惋惜了 事实证明 他已走上女演员的另一条路 杨子从童星起步 经历加油儿女走红后遇挑战 为放弃努力提升 通过自我革新和出色演技 在长沙 香蜜等剧中赢得认可 成为实力派女演员 未来可期将继续带来精彩作品 在娱乐圈 杨子的名字如今几乎无人不知 曾经那个在家有儿女中活泼可爱的 小雪 如今已然蜕变为实力派女演员 演技备受认可 今天 我们就来聊聊杨子的逆袭之路 看看她是如何从童星走到如今的辉煌 成为观众心目中不可或缺的女演员 杨子的演艺生涯起步得相当早 1999年 她在电影《如此出山》中首次亮相 七岁的小女孩便开始了她的演艺之路 2004年 杨子凭借在家有儿女中饰演的下雪一角 迅速走红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国民女儿 聪明伶俐的下雪形象深入人心 杨子也因此积累了大量的粉丝 成名的光环背后 杨子也遭遇了不少挑战 随着家有儿女的热播 她的演艺事业似乎迎来了高峰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巨大的压力 她在剧集第三部中被替换的消息 让无数粉丝感到心痛 更让人心酸的是 杨子的母亲宋丹丹曾对她说过 这个圈子太复杂 你的外貌条件并不适合做演员 这句话无疑是对她自信心的重创 在被替换后 杨子并没有选择放弃 相反 她意识到自己需要不断提升 才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中立足 她开始频繁地参与各种小角色的拍摄 尽管大多数都是龙套 但她始终保持着积极的态度 把每一个角色都当作学习的机会 2008年 杨子的事业迎来了一个转折点 虽然她与富豪杨子的短暂交往 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但这段经历 无疑给了她一个重新出发的机会 接下来的几年里 杨子开始了自我革新 努力改变自己的形象 甚至进行了整容手术和减肥 展现出全新的自己 2014年 杨子在《战长沙》中表现出色 重新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她在剧中饰演的胡香香 展现了她从少女到成熟女性的蜕变 随后 她在《香蜜沉沉浸如霜》中饰演的紧密 再次让她的演技得到了广泛赞誉 这部剧不仅收视率破百亿 更让杨子凭借出色的表现 获得了华顶奖古装剧最佳女演员 实至名归 2019年 杨子在现代剧《亲爱的》 《热爱的》中饰演的童年 再次展现了她的实力 与李线的荧幕情侣形象甜蜜无比 剧中那句 韩商言你怎么这么好看 更是成为了网络热梗 令观众们纷纷追捧 近年来 杨子的发展可谓顺风顺水 尽管也遇到了一些小波折 比如《天机之白蛇传说》因某些原因被下架 但这些小挫折根本无法阻挡她前进的步伐 2023年 杨子主演的古装大剧《长相思杀青》 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后期制作 期待她在新剧中的精彩表现 杨子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她多年坚持与努力的结果 她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只要努力就一定能迎来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如今的杨子已经不仅仅是那个被质疑的小女孩 而是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实力派演员 杨子的演绎之路充满了坎坷与挑战 但她用坚持与努力证明了自己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娱乐圈 只有不断提升自我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未来的杨子 必将带给我们更多惊喜和感动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再见